从古至今 说到诈骗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行业 中国古代有十大诈骗 风马燕雀瓷金瓶皮彩卦 上一集我们就提到了那些靠完美人设 骗倒全世界的诈骗案 其实大马这些年来也有五大诈骗手法 让人防不胜防 第一个APK城市诈骗 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 例如卖便宜的叉烧 榴莲 海鲜 又会嫁聘请终点女佣 甚至是可以窃听伴侣或者是员工的软件 来诱骗受害者上当 这些假扮成商家的骗子 会要求受害者下载APK 再诱骗他们使用虚假电商的应用程式 从中盗取受害者的银行户头和一次性密码 只要受害者一下载这个APK 就可以说是一去不回头 诈骗集团已经篡改了你的资料 所以在他们转账时 你的手机根本不会再出现提示 等到市主发现时 银行里的钱早就已经无翼而飞 那要如何提防受骗 首先我们要搞懂什么是APK APK全称为Android Application Package 也就是安卓应用程式安装包 只支援使用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 如果不想受骗 以下几点一定要牢牢记住 千万不要随意下载Google Play Store 或App Store以外的APK 不要把所有的积蓄 只存放在单一的银行户头 不同的银行户头 建议使用不同的银行密码 在进行交易转账时 不要使用公共免费无线网络 如果你不小心安装了来路不明的APK 那你首先要确保的是 千万不要用手机登录银行户头 还有马上把这个软件卸载及删除 然后通知银行 接着用其他的手机或电脑 更新你的银行密码 坐在家兼职又可以领取高薪 这个听起来简直比钱多事少离家近 还更吸引人 不过当你看到或收到这种招聘兼职的信息时 一定要认真了解后 才决定是否要打这一份工 通常这些兼职广告会打着 在家轻轻松松 只需要做打资源刷单元 或者是协助输入资料这类的工作 就可以领取不错的回报 但奇怪的是 要开始打工 还要先支付介绍费 手续费才能解锁任务 这样听起来就很不合逻辑吧 哪里还有打工还要先付钱的呢 在网络上购买到货不对版的物品 已经是家常便饭 但是你知道吗 网购被骗的不一定是买家 有时候卖家也会被假顾客欺骗 最常见的就是 卖家会收到买家的通知 已经付款 然后伪造这个汇款单 更声称不小心多付了款项 接着就会对卖家疲劳轰炸 要求马上把这个款项退还 还有更狡猾的骗子会双面诈骗 曾经有一个案例 就是骗子盗用了二手名牌包 卖家的银行户头 在另一个平台假装出售这个二手车 结果让想买二手车的人上工 付了钱买车却拿不到车 但完全没有付一分钱的骗子 却拿到了二手的包包 最后二手包包的卖家 还因为户头被盗用 反而惹上了官非 所以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 都要小心自己的个人资料 还有银行户头的信息 最好就是利用合法的电商平台 所提供的付款方式保障自己的安全 大家都喜欢收到礼物或包裹 但如果是爱情包裹 可能就会让你人才了空 从一段温馨浪漫的网恋开始 爱情骗子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或是交友软件先认识你 等到你们开始聊出火花 开始热恋后 当你以为已经是最入勤网时 就是他们收网的时候 通常他们会声称 有很多东西想要送给你 包括名贵的礼物 还有很多的现金 但是这个爱情包裹 却怎样都不会寄到你的手上 这时候就会有官员跳出来跟你联络 要你付出一大笔的钱 才能把爱的礼物赎回来 那如果你只是遇到这类型的爱情骗子 还不是最糟糕的 一些爱情骗子还会在你们两个 聊得你浓我浓 爱得轰轰烈烈的时候 要求你拍摄一些清凉照或是裸照 然后最后再以这些照片来威胁你乖乖就范 澳门骗局 澳门骗局说的不是发生在澳门的案件 而是骗子常用的一种心理战术 这些骗子通常都很有系统性 精心策划了每一步棋 不管你有任何的反应 他们都有办法应对 而且骗子通常不是一个人 最普遍的例子 就是先假扮国家银行的职员 打电话告诉你 你的户头有异常的款项 接着又会有一个高级官员跳出来 说要保护你和你的财产 在他们天衣无缝的配合下 你通常来不及多思考 就这样把钱全部转给了诈骗集团 以上的诈骗案早就已经不是新鲜课题 但为何天天还是有这么多的骗局 那么多的人受骗 可别以为受骗者的智商肯定不高 其实有很多的受骗者往往都是专业人士 而大部分被骗的原因都离不开人们的心灵因素 那就是贪念 所以防止受骗的最重要关键 要记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还有就是要贴近时事 多看看新闻 留意最新的骗案手法 避免自己也坠入同样的圈套当中 希望看过了这一集 可以帮助你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